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征兆是什么呢 第三名是开始得寸禁止不尊重对方 那么第二名就是不再嘘寒问暖 变得有点陌生 第一名看过来就是这个 彼此不信任没有安全感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夫妻本来应该是最亲密的关系 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互相不信任 甚至要掌控对方 夫妻之间到底可不可以有秘密 出现信任危机的时候 有机会把它化成喘机吗 来听看今天来宾的分享 好 马上接到第一位来宾 就是我们艺人黄晓柔 欢迎 哈啰 大家好 清姨姐好 好 新书 这本书跟我们主题也很接近 爱了 结婚了以后 然后呢 你以为爱了就可以幸福快乐吗 然后呢 然后该怎么办呢 好 这个是新书里面 写了很多你的亲生经验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 就是对我现在婚姻 还是蛮美满的 有点亚裔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反骨的孩子 以前啦 但现在因为有三个小孩了 所以大家都一直很怀疑 怎么保持婚姻关系 看这本书 答案就在这里面 好的 第二位艺人 温瑞玲 欢迎 是 清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瑞玲 我们的律师余伟德 欢迎 是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好 作家陈安益 欢迎 嗨 大家好 两性专家派对欢迎 嗨 好 我想先请我们来宾 写一下白板 好 如果给你的另一半打分数 你对他信任指数 一到五分 你会给几分 三点男生 哇塞 男生 骗人的不可能 真的 瑞玲也是五分 你刚出书就三点五分 我跟你讲 那还出书 要留一些怀疑 才会让自己的婚姻 就是处于在一个 很快乐的一个状态下 怀疑不是会 我觉得那个怀疑的口气 当然不是说 你要把 你做什么 你是要说 你今天要去哪儿 你那么帅 我会担心你被把走 你们这是情趣吧 不是不信任吗 所以说一点五分 是给情趣用的 好吗 瑞玲你也五分 在我心目中 我先生真的是完美先生 对 完美了 男人 你们的故事其实很特别 你们交往八年结婚 对 然后你们交往期间 是非常自由 对 彼此是男女朋友 还可以各自交其他男女朋友 对 这什么情形 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后来我回想一下 很多人都问我说 为什么你们到了八年才结婚 后来我回想一下情形 是因为我认识她的时候 我真的还年轻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 因为我上面有两个姐姐 我两个姐姐都是二十二岁 就嫁给她的初恋情人 好年轻 就是说 所以我从小就被耳提面命说 你不要那么早结婚 你要保持你的单身 多玩一下 对 多玩一下 那享受单身的乐趣 所以一直在我的脑海中 快乐 后来我就是开始工作了嘛 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就认识我先生 我进华视新闻部 那我当时就是一个愤发有为的斜杠青年 我那时候在华视新闻部工作 除了要播新闻之外 我还要制作主持 那个华视的一周新闻 中华民国一周新闻 我们在美国播出 那是我制作的 我还要主持每日一词 然后还要播报新闻之外 最重要的还在台北电台 做每天的广播节目 做两个广播节目 闲暇时候 还要去做广告配音 还有闲暇 另外还要去接些 还有接些晚会 广告 还要主持举光日 所以时间排得很满很满 然后可是你知道当主播 那时候就很多的长辈 在电视上看到你就觉得 是个好媳妇 对不对 举光君中情人嘛 很多长辈 还有长官 电视台的长官 做媒的很多 对 就会安排相亲 很多很多的相亲 我记得有一次 最有趣的就是 我在当时的莱莱饭店 就是现在在Shirton 它的地下不是有一个 叫做Pizza Pub Pizza Pub那个餐厅 然后我在跟人家相亲的时候 我先生好像死不死 他也跟他的客户 在那家餐厅里面 那时候是你男朋友 对 然后我又不认识 聊得很愉快 然后我后来那个小姐就过来说 王小姐 跪他有你的电话 我说有我的电话 我就扑扑扑走过去 然后我记得说 很愉快嘛 然后我说 嘿 在相亲 直接这样跟他讲 对啊 就是有碰过这种情形 那他也可以交别的女朋友吗 嗯 我回想的时候 那八年当中 我礼拜六都找不到他人 可是我也不以为意 因为我们两个工作都太忙太忙了 他的工作也常常在国外 那我的工作你看排得这么这么这么满 所以就这样八年过去了 八年礼拜六都找不到人 这有没有事啊 不好说 你看律师都点头了 一定有事了 事情还蛮大调的 好说 哇哦 所以你们就是这样子互相给他 对方很大的一个自由空间 对 我就是 因为我两个姐姐就跟我讲说 婚前的时候 你就是尽量地享受 被人家追求的感觉 曾大远确实也是 然后多多交往 多多看 然后各种的对象都试一下 然后最后你看 我还能够选到他 他又觉得很荣幸 对不对 好有 也是天生一对的 两个都可以接受这样的风格 对 就结婚之后 你变成超级控制狂 其实没有啦 没有没有没有 我完全相信他 你会看他的线吗 看他手机 这没有吗 你们不看的 我不会 真的假 真的假 我会啊 我会看 你之前礼拜六在那 你都不管他 你现在干嘛看他手机 看他线 没有啦 因为他人太好了 他是那种 买东西不杀价 然后那个去剪个头发 还要给人家小费 然后人太好太好的人了 我就是有一次 在他的手机里面就发现 看他的线的时候 就发现说 他有借钱给人家 然后那个人 我还不认识 就是他后来他告诉我 说你为什么要借钱给他 然后他就说 他是他一个远房的星期 他叫他弟弟 然后从国外回来 然后他就 他就是看见面的时候 他就把他身上的美金 又给他了 后来那个人又向他借钱 我说不可以 我不答应 然后他就回绝他了 好了 回绝他以后 我就很乖 对不对 然后我就拿他的手机 把那个人 那个叫弟弟的人 他的电线给封锁了 就直接把他封锁了 你有跟他讲一下吗 没有 没有跟他讲 因为他讲得好兆锁 哇 就把他封锁了 对 然后他也从那个手机 封锁应该有上百个吧 说联络部的那个联络人当中 也把他封锁了 然后把他删除 就这样 然后他到现在还不知道 哇 对 那我过去看他手机的话 我就看一个电线 有些群组 比如说他有些群组 什么修车场的 还有 修车场也会有群组 有好妙对不对 删掉 然后退群 然后还有那个 譬如说还有人要跟他买古董的 还有麦卡古董的东西 这个不太好玩 删掉 这是谁的手机 他的吗 他的手机 真的好自然 你说他的经纪人了现在 那他就没有设密码吗 让你随便看 当然有密码 但是我知道那个密码 他知道你 等一下 他知道你会这样定期 在看他手机吗 因为没有办法 为什么没有办法呢 因为我没有那个 我没有Facebook 我没有那个脸书 那我就要利用他的那个手机 看脸书 因为他的脸书 我都加了一大堆的朋友 我想知道很大的境况 我说你手机借我 因为我要看脸书 那你自己手机不能看脸书 他不会这样问 我没有脸书 我不加脸书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超聪明的 可是我故意不用那个脸书 然后我就用你的账号 老公觉得有点怪怪的 可是还是 还是只能给他看 你还会寄你他的朋友的电话 寄他朋友的电话干嘛 对 然后手机的联络簿里面 我就喜欢滑嘛 就是看了就看了 对不对 顺便看一下嘛 然后联络人 顺便看 看好自然 这个人我不认识 不知道是谁 然后我就把他的电话 抄在我的小布布里 这样子 抄下来 小粉纷 对 因为我怕有一天 他的手机如果不能用了 他的那个手机联络簿的电话 我还有备份一份啊 看 这个已经变成是完全无孔不入的控制了 全方位的 余律师再问一下 听说你太太也是一样到处不眼线 也不是说她到处不眼线 应该说她朋友满天下 对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工作关系 可能有时候会去桃园啊 有时候甚至我上个礼拜才去捧雾开厅等等之类 那有一次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就是一两年前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然后在免税商店要买东西 然后她就突然 我太太突然传个Line给我 传我的背影照 我说这不是我吗 然后她就说你现在是不是在什么地方 买什么东西这样 我说对啊你怎么知道 她说因为那个免税商店 有一个贵姐是她朋友 然后就偷偷拍下我的照片 然后传给她 我说现在免税商店 都有你朋友就对了 然后甚至有一次我去宜蘭开厅 然后开完厅之后 然后可能傍晚了 想说去罗东西吃个小吃 就吃一吃就突然发现 又有传一个照片 我的侧面照 就发现这个是什么回事 然后她就说我朋友刚刚看到你 然后就拍照传给我 朋友这么多 你确定这个 朋友的职业是不是更重 还好你是一个人吃吧 对对我一个人吃 还好我一个人吃 没有啦就是真的她的朋友 就是全团各地都有 OK她很聪明 常常都动不动给你示警一下 注意一下你的言行举止 就比如说她在脸书 常常会tag我 让她全天下的朋友都知道 她老公长什么样子这样 对 爱妮怎么看这些人气的控制行为 好厉害喔 因为像我是不喜欢这样 我的脸书是没有加我老公的 所以你知道她有一点好笑 她生日她就说 我就说她说 你今天生日要什么礼物 她说你可以加我吗 好卑微喔 好卑微喔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 很喜欢自由的人 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管她 那她 因为我很忙 就我跟瑞琳一样 也是工作排得满满 对 所以她其实也不太有机会管我 可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这样也蛮好的啦 就是说 有时候两个人各自有点空间 有点神秘感还不错 婚姻才多长久 还可以长久 不然的话 那个长 就是怎么讲掌控 不过我觉得也要看个人啦 如果你老婆很乐意被你掌控 或者是说 像瑞琳的老公感觉 她是蛮开心的 对 被她掌控 那或许她会觉得 这样的掌控 对她来讲是一种 是一种爱 那她可能就会乐在其中 她好像不知道我在掌控她 这么多年啊 算了算了 对啊 可是如果是 如果是反弹性的话 可能就 对 如果你感觉到另一半 极度不信任你的时候 该怎么办 我们先进广告 好 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完美情人 但是她很不信任你的时候该怎么办 晓柔 这你的故事 她就是会翻我的手机啊 会看我的简讯啊 会看我的电邮 会定位我 然后就是会 就是会 比如说我可能今天出门 她就会问我说你跟谁 我说我可能跟谁谁谁 还有谁 讲到这个我就会活 对 因为我跟谁出门 我 我一个一个跟你报备 对我来说是 是很困扰的事情 除非今天这个场子里面有 我必须要报备的人 比如说我自己也很清楚 你知道我们自己在 社会也打鼓了几年 什么人必须要报备的 我们还是会讲 因为我曾经有一位男朋友 他真的 我真心觉得 他在我历任的男朋友里面 我觉得表现非常非常好 条件也不错 条件也很好 然后会让我会想说 我好像可以再一次 相信爱情嫁给这个人 可当我要动这个念头的时候 他就开始了 开始掌控 开始掌控 然后他就 然后会自己打电话 给我的朋友 然后问我朋友说 我在哪里 我在做些什么事情 或者是去跟我的好朋友 当好朋友 然后会去从我好朋友的口中 来了解我这个人 然后甚至有时候会 就是大肆地批评我的 做处事方式 让我很不喜欢 因为他会觉得说 小婉就是这样大剌剌的 一个男生 如果今天要靠近你的话 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就心心想 完蛋了 好可惜喔 你本来是把他 你本来对他评价是很高的 但是他不信任破坏了这个 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把那个门打开了 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那你把门打开 我就有权利对你做这件事情 然后让我非常非常不舒服 但我们有试着沟通 可是他就会觉得说 你就是要搞鬼 这个真的是不信任是一个很大杀手 我就会觉得说 那以后吵的事情可多了 因为我们在演艺圈工作 我看到摄影大哥 我总不能跟他打招呼吧 因为他连打招呼都会生气 就比如说我看到你 嗨 刚好久不见 他谁 我不记得你朋友有谁啊 这个人是在做什么的 然后我就会很尴尬 人家还在你面前 然后你这样询问我 每天都好辛苦 然后我就决定就分手 那你现在这个老公 会给你完全的自由吗 自由惨 自由惨了 为什么要叫他惨了 因为自由到 我自己会觉得说 好像时间到了 是不是要打电话回家 跟他说不好意思 我现在人在哪在哪 好好好 你好好玩 那你还好吗 很好啊 不错啊 然后我就好 那有孩子之后 他会知道我担心孩子 所以他就会 就是不定时 孩子的照片啊 影片给我看 然后让我很放心 在外面玩 哇 真话 那很信任你 但听说有一次是 你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他炸开 对 其实他是一个 连锁的餐厅主管 然后他那一天是他的 悲惨日 就是他从一进公司 就被老板洗脸 然后员工出问题 然后类似又踩到公司 然后可能车子又撞到 类似那种很糟的 然后他第一个时间 他就想要找到我 对 然后他脸打了好几通 到那个时候我在画画 所以我都没有接到电话 那我看到电话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吓一跳 我说完了 怎么出了什么事 然后我先打回去 怎么发生什么事 他说没事了 事情已经过了 然后我就 其实我就变得很受伤 因为我一直 觉得我没做错什么事 我在画画只没接到电话 你反应有需要这样吗 然后我一直往那个 他的伤口戳 因为他已经不舒服 但我没有去体谅到 他当下的不舒服 我还一直说 我没有做错事情 为什么你反应要这样子 为什么你要 你要用这样子的态度 来对我呢 那他就会觉得 你没有将心比心 他跟你求助还被责备这样 对然后我一回到家 我就看到他在我家 然后我当下我又走过去 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把场面 弄得这么尴尬吗 那时候气焰很高 你知道 自以为自己是女艺人 然后我就气焰很高 你为什么要把场面 弄得那么尴尬 然后他就这样 头悠悠抬起来看着我 所以你现在还是要 用这个方式来沟通吗 我说对啊 我要不要做错什么事 画画 你觉得我可以去哪里 我觉得我把我以前的那种 可能被压迫的 或者是被怀疑的那一块 架在他身上 所以他也没讲话 然后我就演一套 就是冲到房间里面哭 然后就是那种 自己演的一出 对 然后就觉得好委屈 应该要来哄我了吧 还没 然后再哭一下 这个一个小时过去了 但因为我手机没有带进来 然后我想说 好 出去喝个水 偷看他在干嘛 门一打开 钥匙放桌上 然后他就在我的手机 留一个简讯 写两个字 保重 然后就把所有的东西 在我家所有的东西全部收走 然后擦擦间我是吓到 你哭太大声 但是没有注意到他是搜东西的 我演得太仔细了 太恐怖了 戏子 我就整个演很悲劇 在那里面 然后后来当我出来 事情我觉得有点严重的时候 我自己自尊心又放不下 好 没关系 他就是不适合我而已 三天都没打来 没有关系 我自己OK的 我可以过去 然后到快一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把自己灌醉 一个晚上我就打给他 然后我一听到他的声音 我就大哭了 我就说对不起 我说到底有什么事情 我必须知道的 然后他才说 你这样子的态度就是对的 他就等你 他想说等了一个礼拜 电话怎么没有打来 我有问他 我说如果我真没打 他说没有 那就分手 我说你有天赛吗 他说有 就是这个礼拜过了 你如果没有打 那你表示我在你心目中 也没什么 对 所以有时候事实道歉 这个一段好姻缘差点就没了 真的 幸好还在几天之内 还好我喝醉酒 这样在 没有 我想派特 你老婆是你 连你半夜出去喝酒 都不管你 有一次我朋友很久没见 她说我有一个 知道有一家爸 那边的酒很好喝 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说好啊 那我就去 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 老婆我要去喝酒可以吗 好 那我就去了 去的时候我们两个男生 去到那个里面的时候 发现没有位置 然后刚好就有三个女孩儿 坐在一个包厢里面 然后游位置 后来我们就去聊天 聊... 我们就有蹭到了一个包厢 我们就开始聊天 后来聊... 晚上十二点多了 一点多了 我就想起了奇怪 我老婆怎么都不会担心 没打电话 对 也没打电话 开始失落了 也没有到失落这么严重 然后这时候我就问我老婆 我说老婆 这个你怎么都没有关心 我过得好不好 她说你一定是在喝酒 跟别人聊天很开心啊 我说是真的蛮开心的 而且我对面就做了 三个新的女生新朋友 很故意喔 我没有故意啊 我就补了一句 我说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你以前 常常喜欢深夜不归 因为外面真的蛮好玩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跟我老婆 我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 我希望我们的家庭是一个 比起指责或者是怀疑 我们更在意的东西 是我们如何彼此的鼓励 跟交换彼此之间的感觉 我放心地认同她的伙伴 她也认同我这个伙伴 那我们彼此之间就一起 在这人生里面好好闯导 给对方一个最大的自由空间 但是又紧紧相细 所以我给她五颗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人说夫妻之间应该要 这个无所不谈没有秘密 但是如果你的伴侣 有这些状况你不知道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 夫妻之间的心愿感就打折了 好 写一下你们的答案 好 秀一下 你一到十 对啊 这一些都 其实对我来讲都算蛮严重的事情 都很严重 对 比如说抽烟十三年都不知道 或者是前男女朋友 私下严重 其实我觉得都还蛮严重 都蛮严重的 好 我看男生女生感染差很多 两位男生都是九十 女生是 小柜 二 三 四 七 八 七是共同点 女生都不能接受 隐瞒拥有十二笔土地 男生觉得可以 女生觉得不需要 但里面养了几只小猫了 很危险啊 然后二 三 四 是 像有一次我 我老公那时候 我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前女友打来 然后好像跟他诉苦 还在哭的时候 其实我说真的 半夜打来的电话 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 可是我就在等他出来 告诉我是谁 然后他一出来就跟我讲说 这是我前女友打来 真不好意思 就是 我说没有关系 我说你告诉我 她是前女友 这样就好了 对 日龄是第七个 其他我不太在乎 为什么会觉得隐瞒 拥有十二笔土地不行 因为那个土地增值税 如果以后他怎样我要继续 这样子不太好吧 对不对 就是这样我就不能接受 觉得太可怕 中乐透什么的 不跟你讲 无所谓 反正我钱也蛮多的 我们两个的状况就是 我们都是拥有各自的房产 就是各自的财产 然后我们在结婚之前 就自己买房子了 各有各的房子 然后我有一次就发现 他像他就是拿他自己的房子 去贷款 然后我就很生气 很讶异 可是我讶异的点 不是说他瞒得我去贷款 我是觉得 这个银行的利息太高了 那你我借你好了 我带给你好了 你把那个利息给我 自己赚 对 我来赚那个钱 我的债务是这个 所以每个人债务的点不一样 我的点是说 好 那你那就是 那你的钱我带给你了 那你还是每个月要还我 那么多的钱这样 OK 两位男生 这个男士朋友这个 在意的比跟女生完全不一样 你们只有九跟十 其他前面都OK 都OK 对 像我的话 就是不能够监视你 不用你的电话跟这个 是 其他都OK 我的部分的话其实 第一个我太太没有钱男友 所以还好 你确定吗 太浪漫了吧 太可怜了 没有钱男友对 然后三是他借钱欠债的话 没关系我养的其他还好 把公婆转到名 房产转到公婆名下 我也觉得还好 失业我养的其他 七跟八如果有中奖 或是有徒弟的话 我觉得刚开始可能 失落一下 但是之后大家都会很开心 我也觉得还好 但九跟十的话 我觉得那就代表是说 基本上可能是 我不信任他或他不信任我 他想要随时掌控你的行踪 所以如果像瑞琳姐这样子 你不能接受 对 这个会比较在意一点 会受到纯真信函吗 不会 你可以我们先进广告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瑞琳 你的情况跟老公财务是独立的 非常独立的 但一样 你还是全面渗透 掌握他的肯定 渗透 怎么办到的 我就跟他讲说 我是银行的理财贵宾 好 我有一个很大的保险项 我可以租一个很大的保险项 所以你的东西啦 太多了可以放我的保险项来 没问题的 我先生他是一个 国际金币的收藏家 他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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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金币 他就把一部分东西放到我的保险箱 还有一些宝物啦 就放到保险箱 我就很开心啊 放到保险箱以后 那个东西就是我的了 所以他要拿出来的时候 就有点困难 就是要经过我的同意 你一直进不出就对了 没有 譬如说 有人要跟他买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他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 然后我要去开那个保险箱 有些东西我觉得好可爱 我很喜欢 我也不让他卖人 这很妙耶 我就跟他说 亲爱的我办了一张无限卡 对 哇 他的年费好贵喔 我一年要刷72万 才不用缴那个年费 对 所以我们家的保险费 都有我的卡付 都有我的卡付 你再给我就好了 好 他说 刷卡换现金 对 他的卡费都是用我的卡 我们家所有的保费 都是用我的卡来付 所以呢 他就不会发生 那个夫妇的世界里面 拿保单去执借的事情 我就掌控了所有一切 你们家的情况呢 老公跟你求婚没多的时候 你开始跟他谈财务的状况 对 因为我很清楚就是 进入婚姻 金钱关是一个很大的 很重要的一个坎 因爆点 所以我一开始要结婚的时候 我就先跟我先生讲说 诶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欠债啊 对 这要问清楚 对 我就先问嘛 然后他就说 没有啊 干嘛这样问 可以看一下你的存折吗 他就有点不开心 他说你是 为什么要看存折 你在怀疑我什么 还是你想要 你在想什么 我说其实我不是在想什么 我只是想要知道 就是我们两个加起来的财产 可以做什么样的规划 一开始他不喜欢 因为他在原生家庭 也就是我的婆婆 他是 他是很知名的配音员 所以他小时候 我先生家是非常优渥的 所以他常常会给他很多钱 但他会希望他回报 比如作诈 你告诉我花多少钱 所以他只要每次我婆婆 只是问他说 把钱花去哪里了 不是才给你一万吗 有阴影 对 然后后来我就说 你干嘛那么生气 我说我只是想要跟你聊一聊 你不要用那种口气来跟我讲话 我说我没有用什么口气 我只是问你啊 他说我听到钱这件事情 我就反弹 他不喜欢被掌控钱 对他不喜欢 就是你来问他的经济状况 你给你碰到那些话怎么办 你又一定要谈 我一定得谈 然后我就是在早一天 他心情好一点的时候 我先把我的存责拿出去给他 先贡献你的 对我就先给他看 我说这是我的存责 然后这是我现在旗下的所有的财产 然后我想要做的是 有两个方法A跟B A 我觉得我们如果财产 财力不够 我们可以租一个比较好的房子 然后在你的工作的位置 跟我工作的位置的中间 或是我们取舍 如果我们财力不够的话 那财力够的话 我希望我们可以先有 一个小的房子 然后慢慢换大 他看到你就说 老婆蛮会赚钱的 我好多了 然后讲完之后他才 好吧 然后把他存责钱拿出来 我想他 我还以为是好几千万 后来我才问问他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的生气 然后他才告诉我说 因为他小时候妈妈 就是我婆婆是这样对他 所以他对钱这件事情 是很敏感的 我说那我以后就知道了 我说以后那我会 先用不同的方法 就是比如说我会先 坦白我的让你知道 然后我会先告诉你 我的来意是什么 那你看你要不要加入 对 所以你们结婚到现在 有因为金钱观吵架过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他那么在意这个金钱部分 因为他全部把钱都给我了 交给老婆就轻松了 而且你处理得很好 可是我会在大笔金钱的时候 让他决定 因为我觉得这是尊重他 因为我可以拥有我们的财产 但不见得我不告诉你 所以你会跟他商量 我会让他感觉他像主管 这个很高干 对 因为我会 钱在你手里 还感觉是他是主管 我会就是假装就是问他说 请问这个OK吗 因为我大概知道他的个性 所以我会拿几个 他觉得不OK的两个 然后我觉得他应该 会比较喜欢的那一个 放在一起给他选 对 让他假装有在做决定 对 让他顶着我的决定 往那个方向去 一切到你的设计之内 对 听说有一次是因为 你太快做决定 没有跟他商量 对 他也生气了 对 他是觉得说 那你以后就你自己一个人就好了 你干嘛要有家庭 然后当下其实我有点不太懂 我说什么情况 你做了那么快的决定 买房子 买房子 大事 对 大事 就是我直接就下定了 他那一次就很清楚地告诉我 你下次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 因为我不会再原谅你 对 因为他会觉得 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敢瞒我 你都敢自己做决定了 那你还有什么事情 你不敢做 所以我就 他就是慢慢地 拉出那个界线出来 我才会知道说 哦 还好 因为他常常跟我讲说 我们刚开始结婚的前三年 磨合得很辛苦 但是他一直告诉我说 你就是大胆地 放手地去做你该做的 但你必须得听进去 我们两个如果出现的状况 我们必须要听彼此的 心里面的那一块 结婚之后你发现 信任感是一种依靠 对 那一天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爸是很突然地走掉 我瞬间傻了 然后我整个灵魂就被抽走了 是他告诉我说 你拿什么 爸爸现在是什么的状态 所以你要拿黑色的 你拿两套 其他的我可以帮你拿 然后你现在下去了 我帮你订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想要先去爸爸那边 他就说你先还一还 因为已经成定局了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放好 然后跟饭店交代好 我们再去做 反正他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安排到 他一天就把所有的事情 给解决了 那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私领域的事情 因为第一 你要面对我的所有的亲戚 第二你要帮我决定 现在我爸喜欢什么 我爸不喜欢什么 的这个状态 他做得太完美了 所以你很谢谢他 我非常非常谢谢他 因为我 他真的很用心 他用心到我有点吓到 因为他真的算是我 这世界上最好的闺蜜 当然他是我的老公 他我为什么说他很用心 因为他知道我那几天 肯定已经哭到一个 不成人形 那最起来我们还是公众人物 我吃东西也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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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先走到那个饭店 然后先去请跟他的经理 然后塞了小飞给经理 塞了小飞给每个个层的 每一个主管他说不好意思 我太太就是在重伤 所以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照顾他 因为我要回台北照顾孩子 然后我完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才想说这饭店怎么服务 这么好好专业 就是大家都领加班费了 我都要去吃个东西 怎么会被带到包厢去 然后今天要开家族会议 然后包厢已经订好了 然后所有餐点所有所有东西 他都已经弄好了 然后他才跟我讲说 黄小姐我真心觉得 你嫁来一个很好的先生 我说怎么了 他才告诉我这件事情 我当下我就心想 信任感产生了 对 就是我 就是长期对他的信任 而他可以很轻松地 帮我决定任何事情 的这个决定权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那是个被爱的感觉 关键时刻六神无主的时候 这么一个人可以靠着 我真心没有想到就是 因为我以前觉得说 我的安全感来自于 我生病了 你带我去看医生 我肚子饿了 你带我去吃饭 然后我嘘寒问暖简讯 后来我才发现 他可以真的在任何一个 你最无能为力的时候 马上跳出来帮你 我觉得那才是 真正的依靠 对 好棒喔 先进广告 好 安怡这个情况 我觉得有点棘手 听说你的婚姻常常会出现一些信任危机 其实我觉得前面 你要帮他处理曖昧对象 刚刚也有说 其实我们两个是属于很自由的 就是我不太喜欢人家管我 然后我也不太喜欢管他 所以他其实常常 比如说他出差一个月 我也不太会打电话给他 而且你知道 一个月都不打 对 其实我因为 其实他很自律甚严吗 不用管吗 其实我以前 因为是记者嘛 你知道记者做了很多年 然后我很不喜欢打电话 然后我很不喜欢监控的感觉 所以他有一阵子在哪个公司上班 公司地址 公司电话 我都不知道 对 我其实基本上是完全就是 放羊吃少 放牛吃少 那他也 就是我们相互来讲都讲 我也不喜欢他管我 比如说 比如说我出去好了 那他打电话来问说 你跟谁在一起 我说朋友 你是哪里 我说吃饭 然后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就说可能晚一点 就三个都没有答案的这样 他太习惯了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人家管我 所以我不会报备 他也 所以我也没有要求他做这件事 可是后来就发现 其实我常常刚讲 所以自由 我觉得自由过了一个界限之后 他其实也会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 有几次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比如说我们小孩很小的时候 然后我跟 我们出去法国旅行 就跟我爸 还有跟我祭母一起去 然后后来就是我爸跟我讲 我爸说 你老公你要注意一下 他怎么每到一个厕 就是每到一个地方 常常在公厕里面都在打电话 然后我就说 因为你知道在国外 那个年代还 很贵 对啊 很贵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 这么白目 而且还藏人你知道 跟藏人一起上厕所 还在老 还在老藏人前面打电话 对 然后后来他就说 他就说 他就说没有啊 他说因为有个酒店小姐 他说他从来没有接过 从国外打来的电话 所以叫我每到一个地方打给他 就是他就跟太太转人去旅行 到时候打给酒店小姐 对对对 他就自己给你一些 很白目的答案你知道吗 这有点离谱 然后还有一次就很离谱 就是他载我嘛 载我然后我就在那个前座那边 就捡到两根用过的棉花棒 然后那我也没觉得怎么样 我就问他说 因为我真的就很少去查他 对 然后我就问他说 有人受伤喔 这样 就是棉花棒 就那种点益折下来会流出 说有人受伤喔 我说你在谁啊这样 对 然后他的脸色大变 那种其实我先生坦白讲 他是一个蛮老实 不太会说谎的 他脸色都变 然后就很惨白 然后就把车子停到路边说 我对不起你 我跟你道歉 就一根棉花棒就破案了 我就想说 我心又凉了半截 我想说哇 你又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怎么会这样 后来那时候就是因为 那时候他是节目制作嘛 反正就是跟他的工作单位上面 有一个女孩子走了很近 然后他常常载他回家 可是我都不知道 然后那一次就是他载他回家 那个女生好像在 就车上不想要干嘛啦 反正就留下遗迹就对了 故意的 对 然后后来呢 我就接到 没有多久之后 我就接到那个女生的来信 对 他就写信给我 所以我上班嘛 到了办公室去 就一封信 躺在我桌子上 这样 然后他就告状 他就说 就骂我这样说 你都不好好管你的老公 你老公就到处去欺骗别人的感情 这样 就我是这样才知道 就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才知道 那这件事情很严重啦 我觉得可能 我自己后来又有反省啦 就是我刚刚讲 因为我太独立了 然后我又很忙 就是以前当记者嘛 每天都没日没夜很忙 所以其实 然后我又不喜欢打电话 我不喜欢报备 所以我觉得某些时刻他很寂寞 比如说呢 他的工作比较自由啊 他就会去找那个 我看到蛮忙这样寂寞嘛 会啊 比如说中午 他会去那边工作的时候 就是人家就陪他吃吃饭啊 两个就会约去吃饭 然后可能顺度都在同一条路上 所以呢就会下班 收工的时候就顺便带他回家 类似像这样 原来搞了半天 这个女孩还去过我家 我都不知道 对啊 有用过女人家什么 没有 他跟我讲的 就是他有带他去我们家 然后把我女儿带出去玩这样 我都不知道 等一下 他们三个出去玩 对 然后后来 后来我就回家问我婆婆 我说妈 他们有 就是有来家里面 我婆婆就说 她说我就觉得很奇怪 可是我婆婆不敢跟我讲 因为我婆婆不知道什么状况 她不敢跟我讲 所以我很多事情都很后来才知道 然后我就说 我当然就很伤心啊 那个信任感其实是降到 就是很低了 就是很难过 然后就问她说 怎么会这样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现在该怎么解决 然后我记得啊 就是最近不是有个连续剧很红吗 就大陆就要三十而已 对 然后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外遇 被老婆发现之后 他回到家 然后呢看到他老婆坐在那边等他 然后当时就大吵嘛 然后那个男主角就讲一句话 跟我老公当时的台词一模一样 什么话 他就说 其实你发现了 我心里面松了一口气 好过多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好熟悉啊 对啊 好熟悉一句台词 你知道吗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生气 我就想说你这样子 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对方女生就开始越来越惨 他不会说不就对了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不知道怎么拒绝 然后呢 后来就 就只好我出面去解决啊 可是你知道这种事情 在当时就是 其实对护印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对 所以那些年啊 就是说每次有这样的事情 大概就是会吵一阵子 然后过去 然后可能隔三四年又来一桩 就又被我发现一桩这样 然后就三四年三 那很多人有时候会 就是很多朋友会问我说 那你这样 你们的婚姻要怎么继续下去 后来我想了 我想了一想 我觉得之所以婚姻会继续下去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每次在信任感 荡到一个低点的时候 他就是我先生 他其实是有诚意的 去重建这个信任感 比如说那一段时间 我可能就会很多疑 好我从来不查他的 可是我就会因为他骗我嘛 所以我当然就会开始 狂看他的手机啊 他就很乖 那段时间就很乖 不是他就会 他就会很诚心的认错 然后呢他就会 所有东西都摊开来给我看 他会把他所有电脑信件打开来 包括跟这女孩子信都给我看 对然后他会给我看所有的对话 然后类似就是说 然后他就真的没有再来往 然后我觉得最后一次是很生气 是因为 就是最后一次发生的时候 大概是六七年前 那一次就我真的有点觉得 我觉得我有点挫折 就是说 他每次出去出差的时候啊 都住在一个女生家 在上海都住一个女孩子家 然后我都不知道 那多久 三年 我都不知道 对然后他每次出差 后来我才 后来我为什么会发现呢 是因为凌晨那种很早的时间 五点多五六点多 有个减税 他哒哒哒哒响 然后他手机放我床头充电 然后呢我就 因为他响了很吵 我就起来把他想要关掉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女生写说 我要飞咯 那你今天自己过来这样 然后我就 我就想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我就把他邀请 说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 然后他那次 然后最好笑是 他还不觉得这个很严重 他就说 没有啦 因为他有时候有些活动干嘛的 厂商有提供住宿 有时候没有 可能两个活动之间的 那一两个晚上 他必须要接下一个活动的时候 他中间就会有空档 那他就觉得花钱去住旅馆或是酒店 他觉得很贵 所以刚好有个朋友住在那里 他就在他们家 就是有个空房间在那边打地铺或过夜 那 我也 是一个女生的家 对对是一个女的 那那个女生其实我也 大概知道是谁啦 就是说也是同个圈子 虽然没有见过 但是大概知道是谁这样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可是这样子的事件对我来讲 就是 你为什么不讲呢 如果这么没事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啊 我可以 就是我可以理解嘛 然后我先就说 可是我跟你讲 你一定会生气 后来我就说 那你打开简讯 我要看你们两个对话去 对啊 因为我觉得你这样讲 我好像该生气 没办法相信 对 我有点不太相信 对 我就说你对他打开来给我看 然后那次一看我就更气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女生 显然对她是完全没意思 就那是一个朋友 真的是一个朋友 非常中性的朋友 所以她就是 但是我老公很过分 就是呢她常常就是会用各种戏虐的 然后各种有暗示的那种聊天方式 对 然后我就 然后可是对方都比如说 比如说她就会说 哎呦啊 你在喜香香哦 然后对方就哈哈哈哈这样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是 她就说 你知道就是那种对话 就很可恶 这很难的 对 就很过分 那次我很中气是因为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长久以来 你总是这么多麻烦 对 就是因为你没有界限 就是你跟别人的说话没有界限 然后她就很无聊 她可能就是就会讲戏有的没 然后就是可能那种限制级 就是有点 有点情色的话题这样 还好对方那女生没怎么样 她都哈哈哈哈 然后不然就 给个笑脸之类的 就是她没理她啦 就是她大概也习惯 就打嘴炮那种感觉 那我一理她就 对 就麻烦了 重点就是在这里啊 那我就很生气 三年耶 对啊 我说那万一对方理你的话 那不是就麻烦大了吗 那你不是要发生 以前那些事件的重演 那次很生气 非常生气 反而是最没发生事情的 这次我最生气 因为我看到了真相 我就把那些对话全部都 就是都拍照 就以前以为她是被动 下半天她是主 有部分是主动的 因为以前的说法 如果看不到对方说法嘛 所以依她的说法 她都是被动 都是别人找她 或是别人爱她 或干嘛之类的 那你这次就让我看到 就是别人没怎样 你就是很讨厌这样子啊 然后我就很生气 然后她就说 然后她的说法就是 开玩笑嘛 那男生就说 这有什么关系 这就不会怎么样 就是反正我又没做什么事 她永远都觉得 她没做什么事 然后后来那次真的蛮 就有点气到 我就一个月没有跟她讲话 就从来没有 因为我们再怎么样的 严重事情 大家就顶多一个礼拜 我自己想好 我决定好 这次我就算了 你知道吗 那次我就真的 开始认真想 我是不是要考虑 要结束这个婚姻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她不能够改变的话 那我就不想要 再继续下去 然后我就一个月 没跟她讲话 而且非常慎重 把她拉到外面去谈 然后我就跟她讲 我说你这个事情就是 我就跟她分析说 为什么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而且你对我伤害很大 你都不觉得你在伤害我 就那次就真的 就是很认真 然后她就开始警觉到 这个事情是不对 然后后来我们讲到最后 但是她也告诉我 她说 可是你这件事情 不能完全怪我 因为你都不接 就是我不喜欢讲电话 然后我又不喜欢 写东西给她 然后她说 你的FB不让我看 我刚刚讲我不加她 然后她就说 这样我常在外面 我一个人很无聊 你都不考虑我 然后我那次 当然我也做了很大的反省 就是说 我们两个人都有互相改变 就是后来我就强迫自己 晚上打电话给她 然后就是跟她嘘寒问 她喜欢的那些事情 我就慢慢会去做 很好 对 然后她会 比如说她中午就 其实我现在很黏人 比如说她就会想要载你去 比如说我去演讲干嘛 她想要载我去 她想要跟我吃饭干嘛 可是我常因为我很忙嘛 我就很急 后来我就会耐一下性子 然后就跟她说 好 那比如说 今天去看电影啊 或者陪她去吃个饭啊 好 去做个什么之类的 就是她喜欢两个 黏在一起的感觉这样 对 所以现在是你配合她 对 我会配合 以前我们两个逛街哦 我就跟她说 一个小时后见 我在这里等你 我比较像个男人 好面哦 我就觉得说 这样比较快嘛 我逛我的 你逛你的 等一下我们在巴黎 某个街头 不是这样比较快吗 那我室内一干嘛 你陪我干嘛 我就不喜欢人家陪 那现在我会跟她说 好 我们就一起逛街 你要逛烟 比如说她要逛什么 她喜欢的咖啡啊什么 那我就坐在那边陪她 我就要很耐心这样 她喜欢逛大卖场 我们就要一起去这样 真不容易 你要接受这个 你还要改变去适应 然后我觉得 这个其实我觉得 婚姻的信任 其实除了建立在 就是说互相谈诚之外 其实我觉得 也是互相的包容跟体谅 我觉得今天这个 大家的这个分享都很棒哦 我信任感 尤其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 要花很多时间 用心的建立 很不容易 但是要摧毁 就是一瞬间 可能就被毁灭了 所以大家好好珍惜 这个自由自在的信任关系 祝福大家 拜拜 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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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珍惜